国语有声善书 南极先翁健康长寿时秘诀与内功与气功修持 望所有人皆可以每天做 这样才有健康的身体继续行善修半道 南极先翁匠 既曰健康长寿在时觉 抚摸穴道莫停歇 简易方便随地做 经济实惠疾病解 健康长寿时秘诀 所谓的健康长寿时秘诀 就是十分钟的经脉擦健身法 在此无又把全身学到分为十个重点 因此健康长寿时秘诀 其真意也就是十项健康长寿运动法 这种运动法因为非常简易 而且随时随地可做 既不必买运动器材 又不必缴学费 更不必找地方 是既经济又实惠的运动法 世人如果想健康长寿的话 何不从现在起就开始学习 保证你长寿又健康 中国的针灸 指压按摩完全是以全身学到为主 针灸具有医疗的效果 而指压与按摩是属于复健的作用 但是目前没人将它归纳起来 让人每天实行 以达到健康长寿的目标 只是在头痛之十一头 脚痛之十一脚 断断续续 因此身体便长久存在于 时好时坏的状况之下 今天为了世人的健康长寿 无把世人已经忽略的简易运动法公开 使世人随时随地都可以实行 这就是活络筋骨 抚摸穴道 促进血液循环 在此无又把它分为十个部位 一眼精明学及太阳学 二二包括后脑的明天骨 三鼻银香学 四口唇鱼齿的运动法 五脸平面整个学道 六颈前颈与后颈 七胸促进肺部的活络 八手和骨学与手背及手腕 九腰后腰的命门部位 十脚关节部位与足三理学 以上十种是无归纳的十个部位 在这十个部位之中 每个部位在人的身上 都占有极重要的分量 因此只要每天适当地去抚摸它 就能使此处部位的功能回复 就好像人体一样 疲劳工作了一天 也要有睡觉休息与三餐营养的充实 又好像清洁水沟一样 使它流畅 因此在人身上 十形以上十个部分的抚摸 就是青春永驻的妙法 也是健康长寿的妙诀 那么要怎样的抚摸 以上的十个部位呢 就要用双手的五指及手掌了 而且在实行抚摸之前 必先将双手互相摩擦 使它发热 产生静电的作用 然后抚摸每个部位 才能见效 这点必须要做到 现在先介绍 一眼睛的部位 眼睛是人的灵魂之窗 是每个人都知道的事实 它的周围有精明学 丝竹空及童子教学等等 如图一之一 这些穴道都分布在眼睛的周围 要保养眼睛 必须每天抚摸这些穴道 只要恒心的实行 便可防止近视 远视 乱视 结膜炎 白内障 使双眼炯炯有神 那么要怎样去抚摸双眼 又不会伤害到眼睛 首先将双手的中指 如图一之二 互相摩擦十几次 感到发热之时 即刻按在双眼的精明学上 然后往上两边眉毛的部位推开 至丝竹空学及童子教学 又转到精明学 刚好成一个椭圆形的旋转 转一圈为一次 要转念一次至萨六次之间 力量不要太大 也不要太轻 刚抚摸好之时 不要马上张开眼睛 等半分钟至一分钟之后 才张开眼睛 如图一之三 在还没张开眼睛的时候 又以双手的大拇指 在太阳学的地方 做小圆圈旋转 也是21次至36次间 使头脑得到清醒的作用 这就是治疗头疼的最佳秘方 因此凡是用脑过度 或经常以药物治疗头疼的人 不妨改用这种方法 一定能够得到很好的效果 如图一之四 二 实行眼睛抚摸之后 第二步的工作 便是耳朵了 假如有人问你 在人体之中 哪个器官是不动的 你一定会说耳朵吧 但是别笑看这两片耳朵 其实它所分布的学道 是最密集了 如图二之一 而且这些学道 也都通往全身 因此只要做耳朵的抚摸 也就相当于全身的运动了 那么应该怎样去运动耳朵呢 首先将双手的食指与中指 夹住左右两边耳朵的根部 然后上下来回的推拉摩擦 如图二之二 次数在21次至36次之间 在摩擦之后 身体会感到暖和 这就是耳朵运动 带给身体的暖和 因此更可了解 耳朵与身体的关系了 摩擦耳朵之后 双手的手掌 将两边的耳朵盖住 手指头都朝后方的脑部 然后将食指放在中指上 用力地弹下来 此时因为两边的耳朵都盖住 因此你会听到的 耳朵的声音 这就是道家的明天鼓 明天齿对于脑部与耳部 有防止老化的作用 更可预防耳鸣或是耳炎的发生 即降血压的效果 至于次数也是21至36下之间 如图二之三 三 鼻子的抚膜 凡是经常鼻塞 鼻炎 流鼻水 鼻蓄浓的人 只要每天抚膜鼻子两侧 不但可以减轻病情 达到治疗的效果 又可使头脑清醒 因为患有鼻病的人 他的头脑一定不清醒 记忆力一定不好 精神不能集中 读书就会退步 因此为了要使鼻子通气顺畅 一定要实行鼻子的抚膜 怎样的抚膜呢 也是以双手的中指 先互相的摩擦十几下 使它产生热量 然后即刻将双手的中指 放在鼻子的两侧 上至鼻子的上端 精明学 下至 迎相学 上下来回的摩擦 推动21次至36次 上下来回算一次 这就是鼻子的抚膜法 如图三之二 四 再来就是口了 口也就是纯于齿的运动 现在先说纯的抚膜运动 纯的抚膜运动 纯的抚膜运动 就是上唇与下唇的抚膜 因为上唇有河骨穴 下唇有成江穴 这两个穴道 对于预防感冒 以及牙龈的净重 溃烂 发炎 有独特的效果 那么要如何抚膜这两个部位呢 只要以右手的食指与中指 按住上唇与下唇 如图四之二 然后左右移动的抚膜 次数也是21次至36次之间 做完之后 就扣尺36下 也就是张开上尺与下尺 然后好像咬东西一样 发出鸽的声音 上下牙齿相撞36下 就是扣尺36的中国道家的养生之道 那么或许你们会话 牙齿每天都在咬东西 那还需要去运动 如果有这种想法 就错了 不信你看有些人一到60岁以后 牙齿就开始掉了 可以中国的道家 每天实行扣尺36 你们的牙齿却仍然完好 这就是因为扣尺的力量 能深入穴道经脉 达到宝剑的效果 使牙齿坚强牢固的原因 所以世人不可忽视 扣尺36的功夫 应该每天去实行的 5.脸部的抚膜 脸部的抚膜 可直接渗透整个颜面穴道 达到青春永驻 返老还童的效果 只要恒心地实行 不但可消除皱纹 更可预防斑点与粉刺的发生 这是因为双手摩擦脸部 使脸部产生热量 促进血液循环 排除滞留于微血管的废物 得到新陈代谢的原因 而且脸部的穴道 与身体的内脏 有密切的关系 因此抚膜脸部的益处 真是不少 那么要怎样抚膜脸部呢 只要将双手的手掌与手指 各覆盖在左右两边的脸颊上 双手的手指头朝内 如图5-2 上下来回地滑动 21次至36次之间 只要认真的实行 几个月之后 你会发觉其中的好处 尤其对妇女来说 更是一项达到美容的法宝 世人何热而不韦呢 6.颈部的抚膜 世人把交通不流畅的地方 都形容为瓶颈 可见颈部是一个重要的关口 而且是气管 食道 动脉 静脉 与韧脉的主要口 尤其后颈有12经脉之中的 足太阳膀胱经 首少阳三胶经 足少阳胆经的流道 前颈部有 首阳明大肠经 足阳明卫经 首太阳小肠经的流道 由此可知 颈部在人体中 所占的重要性了 尤其读书人 如果在头脑迟钝的时候 只要在后颈部摩擦 便能使血脉的输送流畅 大脑又会生气蓬勃 发挥它的正常功能 那么要怎样抚摸颈部呢 先说前颈部分 以手掌张开 覆盖整个前颈的上端 大拇指朝左边 其他四根手指头朝右边 如图6-1 然后手掌从上滑下摩擦 也是摩擦21次至36次之间 后颈部分 以右手掌张开 覆盖整个后颈的上端 五指并拢 如图6-2 由上往下摩擦 也是21次至36次之间 这就是颈部的抚摸法 7 胸部的抚摸法 胸部虽然是最接近内脏的部分 但是要直接抚摸到这个部分 反而很困难 因为每个人都穿衣服 如果想解开衣服 直接以手去摩擦胸部 也是很困难 那么唯有以双手的手掌 按在左右两边胸部 然后不必移开双手 只要按在此处 做上下摇摆的动作 使左右胸部有震动的感觉 如此一来可以活落筋骨 神经及各学道 使肺部达到舒畅 以及内脏的正常功能 因为胸部也有足阳明卫精 足太阴脾精 足少阴卫精 手掘阴心包落精 以及任脉的必经之处 在学道方面又有天池 神风 灵虚 布阔 天息 大包 乳根 这些学道 尤其怀孕的妇女 如果能做这种按抚振动的健身法 生产后当可得到丰盛的乳汁 让婴儿损失 因此胸部的按摩 是舒筋活血的法宝 也是一项不可忽视的健身法 八 手的部位 手的按抚法 是最方便的健身法 因为无论行 住 坐 卧 或室内 室外都可以得心应手地去做 所以手的抚摸 是最简单又方便的健身法 那么要怎样去抚摸呢? 首先也是将两手掌互相摩擦生热 然后以右手手掌去摩擦左手手背 如图八之一 也是21次至36次之间 再换左手手掌去摩擦右手手背 也是21次至36次之间 这是手背摩擦健身法 做好手背摩擦健身法之后 还要做手腕的转动摩擦健身法 手腕的转动摩擦健身法 就是先以右手握住左手手腕 如图八之二 然后转动摩擦21次至36次之间 再换左手握住右手手腕 转动摩擦也是21次至36次之间 这就是手腕的健身法 别小看手背与手腕的摩擦 其实它是手太阴肺经 手阳明大肠经 手太阴心经 手太阳小肠经 手绝阴心包经 手绍阳三胶经必要之处的焦点 如果要谈它的学道分布 更是阳阳大观 但是为了减少学士上不必要的篇幅 在此我就把它省略了 由此可见 手背与手腕的摩擦健身法 是何等的珍贵 但是世人在垂手可得的情况下 却忽略了 反而舍尽求远去仰赖药物 真是太可惜啊 九 腰的部位 就是指肚脐的正后方 也就是背部的下方 这里有督脉的悬殊 命门 阳关与旁光经的皮鱼 胃鱼 三胶鱼 肾鱼 气海鱼 大肠鱼 如土酒 这些主要学道 因此经常腰酸背痛的人 更需要每天抚摸这个部位 使它发热 然后才能促进血液循环 活络脊椎骨髓 使它柔软有弹性 如此一来 身体才有保障 因为脊椎骨是人体的支柱 是成人的造血机能 是督脉的通道 又是神经系统的总书 那么要怎样去保健腰部呢 也是一样 先将双手摩擦生热 然后最好能翻开上衣 让双手直接摩擦后腰36下 使肾气通畅 经脉活络 如此一来 长生不老之道 就离你不远了 10 脚的部分 脚部的摩擦 可分为两个地方 一是膝盖的关节 二是膝盖外侧下2寸半的足3里 现在先谈膝盖的部位 膝盖是风湿痛 关节炎 神经痛的病痛之源 也是骨骼老化的前兆 为什么这个部位的骨骼 会如此衰弱呢 就是因为膝盖是骨骼与骨骼的结合处 所以它容易发生酸痛的毛病 为了预防风湿痛 关节炎 与神经痛 从现在开始 每天就要摩擦膝盖的关节 使它能够血液循环良好 经络神经通畅 那么当你年纪老了以后 保证你的双脚能健步如飞 像年轻人一样的健康 现在就叫你们怎样去摩擦膝盖的关节 首先最能坐在椅子上 然后将双手握住双脚膝盖部位 做圆形旋转的摩擦 次数为36圈 再来 又谈足三里的部位 为什么膝盖外侧下2寸半这个地方 要称为足三里 远足三公里 由此可见步行的耐力 完全是靠足三里的功力 所以古人要远行 必须先针灸足三里 又有人称足三里 可以使步行达到不疲倦的穴道 由此可知道 这个穴道的重要性了 尤其对于食欲不佳 肠胃吸收不好的人 以及肾脏衰弱的人 更需要每天摩擦这个部位 保证你胃口大开 食欲正常 你就不必为了胃肠弱而困扰了 摩擦的方法 也是坐在椅子上 双手同时按在双脚膝盖外侧2寸半的地方 做上下来回的摩擦 次数也是36下 如图石 以上十种经脉摩擦健身法 就是健康长寿的法宝 世人如果想使自己健康长寿 必须每天抽出10分钟至15分钟 来做以上的十种经脉摩擦健身法 十日一九 你一定会感到健康长寿 的确离你越来越近了 本频道有做南极仙翁石秘诀 加内功气功修炼完整版影片 一定要去看哟 还有修持内功与气功 加提刚8分钟与16分钟修持影片 望大家身体健康 多行善积德 孝顺长辈 愿大家都能求修大道 亲口吃素 因为吃素可以让我们灵性光明 离开人间后是清静清爽的灵体 感谢观看 感谢慈悲开示 我们一定要吃素吃素 可以让您减轻身心灵的负担 可断除杀业 又有大福报 希望所有人都一定要为自己生前筑集灵修院 不然往生末后98%的人基本上根本回不了天 因为我们数末法众生 业障较重 求到的人 前提还记得三宝与三师 是因为还可以去九九子阳关考核 但是您有把握考核过关吗 没有过关就被打回地府 没有的话 一定要筑集灵修院与筑集弥勒净土 拱恒堂可免费筑集弥勒净土 灵修院就只推荐这两间而已 五庙明正堂的无极正道院 拱恒堂的浩天子寿灵修院 就这两间而已 小编知道会花点钱 但为了自己未来好几万年早想 这辈子就花这点钱 觉得值得 是真正堂的浩天子寶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各位善信大德您好 由于天使紧急 应赶紧行善度众 以弃天心 目前 南天直辖五庙明正堂 虚元堂 一赤拱横堂 皆需大家三师互持 期望众人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 亲自护法 资讯可知圣堂网站详阅 喜欢影片记得按赞或分享 可以让更多人知道上天的用心 记得订阅以及开启小铃铛 未来会随时公布新的影片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